我们今天来到喜事屋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一些想法和梦想 有没有 我身边有仪式感的朋友 就是还蛮少的 我自己也是有点对这种 仪式感还有浪漫 就是不太敏感的 你不敏感的 对 我非常的不敏感 所以我就是也来学习一下吧 来感受一下 希望能治一治我的浪漫过敏吧 我没明白 我没明白 他其实不太喜欢 非常仪式感 或者说很夸张的 那些男女的情感的东西 对 你们去迪士尼 会有那个 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我不行 我要有仪式感 我其实能明白 大概什么意思 我也会觉得 比如说 弄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仪式 在那一堆鲜花 几个气球 然后啪一下 有点怪怪的 但我希望的仪式感 是那种就是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之间 有一些小的共同话题 只有我们两个能懂 或者是 假设今天是两个人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然后用一个 更独特一点的方式 来记住他 哇 这个听起来 有点不明觉厉啊 就是也不知道 好像说了很多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吧 或者说你能接受主动 可能一个后备箱 全是气球 去送给女朋友 或者说是 这些 没有 我觉得这种短视频 眼里能刷到的 就有点 你不能介绍 不走心 我觉得很多男孩子 可能没有那么夸张 那个太表象了 对 我还没听说是 那种人 我还没听说是 我还没听说是